現在有請新田里街的街坊說幾句說話 從建區的移工,不是街坊 大家好,可能在不同重建區裏面都有關心一個市區重建局 究竟現在在綜行市區重建的整個過程是怎樣的運作 我猜很多朋友剛才說,其實都說得很清楚 我就嘗試再分兩個部份去說多幾句 第一個就是在過往這兩年的一些跟進重建組的經驗 一個問題就是重建的土地是怎樣運用的一個模式 就是土地在艾草圍道,大家會說古圍村更加要去看一下 究竟土地是否要這樣拆了去做一些發展的工程 但事實上很多舊區重建裏面也是相同的邏輯 就是早前見到有一篇文可能在艾草圍村關係 都寫了一個露景外土地怎樣去投資的工具 而這些情況其實在整個舊區重建 包括艾草圍村是十分明顯的 就是實際的第一個問題 為甚麼一些重建的土地不是給一些重建居民去使用呢? 就是我猜無論在業主還是租客在不同的重建區 都是問了一個問題 我可不可以將來在重建這件事裏面 重建後那些土地是給了甚麼人住呢? 是否給了基層的租戶,基層的住屋去住的呢? 但是以前在信寧道或者現在這些 宣傳福人家裏面一些的項目裏面都見到 事件的做法就是可能跟長實或者跟某某地產商 甚至是自己、甚至跟防協 都是去做一些發展式的豪宅項目 就是入手起價四百萬才可以入場的發展項目 因為土地的運用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究竟我們是否改了一些基層市民 一些我們住在裏面的人的資產 去為了一些發展商、為了一些達官貴人去服務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整個過程的規劃裏面 所謂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的意思不是只是告訴你 我來做重建了 我告訴你你有得怎樣賠了 我告訴你你將會去安置哪裏 這個就是已經說以人為本 那絕對不是 是在說一個規劃裏面 為何是真是問了大家的聲音 就是好像崖前衛槍為何做民間規劃 反過來就是為何不是事故做民間規劃 而變成要崖前衛槍去居民 自己去搞一個民間規劃 還要遞上去你看不看我的東西 甚至是望到不一眼的一個過程 我認為過程裏面完全沒有 一些住在居民的聲音放下去 我覺得崖前衛槍的規劃裏面 實在值得撐 因為在延續一些 我們要求政府真是去聽別人說 而不是只是說給一些錢 給一些安置單位已經解決問題 而是真是重新在過程裏面 想回一些不同社群的聲音 不是只是某一些人的聲音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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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